有人说啊,这令妃娘娘啊,大公无私,她不像着自己的娘家人呢 哎,可不知啊,这魏家氏娘娘啊,那真是个聪明人 要让我看来啊,这魏家氏,粘上毛啊,比猴还精 要是脱了毛啊,猴都没她精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儿闲聊天 今天呢,咱们继续聊着乾隆皇帝后宫的故事 还说那位娘娘,今天啊,咱们继续说着孝依纯皇后 魏家氏,咱们前番啊,就已经交代过了 这孝依纯皇后,这皇后魏皇啊,那是死了以后才被追封的 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儿子是皇帝,就是那个后来的嘉庆皇帝 所以说啊,这皇后的魏皇呢,得来啊,是因为母平死贵 只可惜啊,这令皇贵妃啊,她身的骨不行 没能等到自己儿子登基坐殿那天,也没享受到过那个 活着时候,就被尊封为太后的殊荣 这一点啊,比起人家甄嬛来,那可差远喽 要是说起来啊,这令妃娘娘之所以受到乾隆皇帝的宠爱 不光是她的子嗣凡圣 乾隆二十一年,生皇妻女 乾隆二十二年,生皇十四子允禄 乾隆二十三年,生了皇九女 乾隆二十五年,又生了皇十五子永远 这永远啊,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 乾隆二十七年,生皇十六子 乾隆三十一年啊,又生了皇十七子永林 这也是乾隆皇帝最后一个儿子 咱们在这儿啊,得着重的说一句 这乾隆皇帝啊,一生有儿子十七位 十六个都有名字 只有这皇十六子没有名字 要说是这皇十六子活的时间短吗 按说也不应该 这皇十六子啊,也活到了三岁多 不到四岁才早红了 要是啊,这乾隆皇帝的习惯啊,这皇子生下来就给起了名字 这件事情就很难解释了 也就成了这乾隆后宫当中的另外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团 那这令贵妃除了能生之外,她还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首先说呀,这令贵妃很懂宫廷的规矩 嘉庆皇帝登基以后,给她的母亲为家是追风为孝仪皇后 这个仪字啊,满文的意思为有礼的 也就是啊,有礼貌懂礼仪的意思 她为什么令贵妃啊,能这么懂礼仪啊 咱们上文书也交代过了 那是因为啊,不光是这令贵妃的爹服于内庭 是这内务服,一名管领 就连这令贵妃的母亲和奶奶 那都是这服于内务服 是这宫里的女官 还有一件事情啊,很有意思 说这个令贵啊,不太给自己的家族啊,要荣誉 有一天啊,这乾隆皇帝就说了 想给这个令贵他们家啊 所有的男丁,每人啊,都给个前程 也就是啊,让这些人出来当官 那家他有当官的 这令贵的爹,就是内务服的管领 这乾隆皇帝啊,指的是他们家里边的男丁当中的闲散和俗辣 就是说啊,是那些没条上甲 不能当兵,没有差事的人 这些成年男子啊 被称为丁 这些个人呢,他既然不工作 所以说你们家要是有地啊 就吃齐地 你们家要是有房外租呢 就吃瓦片 没有朝廷发的工资 那要说这皇上 他们出来当官那是好事啊 可这令妃娘娘就给拦住了 这令妃跟前陆皇帝说啊 说他们家的人呢,这能力都比较低 不适合当官 干脆啊,让他们啊,都到军营里去当兵去 为朝廷效力 这皇上一听啊,还挺感动 于是就下了一道圣旨 让这魏家室的男丁啊,世代当兵 有人说啊,这令妃娘娘啊,大公无私 她不像着自己的娘家人呢 哎,可不知啊,这魏家室娘娘啊 那真是个聪明人 要让我看来啊,这魏家室 粘上毛啊,比猴还精 要是脱了毛啊,猴都没他精 咱们先说吧,这外戚做官啊 首先说啊,这官当得好 当不好,当得长,当不长 还是一回事 其次呢,这大清国的小官啊 工资很低 这当兵可就不一样了 这魏家室的侄子啊 是一名京旗马甲 您知道他一年拿多少钱吗 他一个月啊,凤度银有三两 每年呢,有二十二旦二斗的鹿米和领 这大概啊,就是三千多斤的大米 他凶的呀,是个领催 哎,比这个马甲又要高一级 这粮食啊,领的都是一样多 可是这钱呢,每月要高一粮 也就是四粮 开始啊,这八旗满洲和八旗蒙古啊 是两人一挑甲 这八旗汉军呢,是五人一挑甲 所以说啊,您不能认为 这每个八旗的成员啊 都是提盖装的老米饭 只有这调了甲之后啊 才能挣到这份钱粮 那有的家庭要是倒霉啊 十几口子可就有一人调甲 这份钱粮啊,得养活这十几口子的人 到了这个清代晚期啊,那就更凄凉了 因为啊,那会儿啊 这八旗人口啊,是成倍的增加 可是呢,这甲额并没有变过 这需要当兵的人啊,还是这么些 那就指不定啊,多少人一调甲了 至于说当官嘛,这一个八旗旗旗的马甲 远远比一个县令挣的要多 既然是朝廷应了这个魏家士 世代当兵,他们家呀 只要出一个男丁,那就是一个甲额 看您算起吧,那光是钱粮 就能从朝廷领出来多少 这才叫真正的一劳永逸,铁杆装件 老米饭呢 比当什么屁官啊,那都保险的多 也就是说啊,这令妃娘娘 给自己的娘家这帮爷们们呢 找了一个长期饭片 所以说这魏家士他够聪明 哎,讨了皇帝的欢心 还给自己的家族挣到了真正的实惠 可是这人呢,他没有事事如意的 总有点啊,让自己闹心的事 您就说这魏家士娘娘嘛 乾隆四十年的时候 这魏家士啊,轰事了 那年按功力算啊,应该是1775年 正月29,这乾隆皇帝都没犹豫 直接啊,就把这个魏家士的位号 皇贵妃上面啊,给加了个事 叫令仪皇贵妃 有人说这没什么不对啊 这会儿嘉庆他也不是皇帝 也没被立为太子 皇贵妃的身份,依然是很高了 可是殊不知啊 这乾隆皇帝自己说啊 早在这乾隆三十八年的时候 其实这乾隆皇帝就已然在秘密立储当中啊 把这个永远立为了皇储 按说啊,在这个魏家士活着的时候啊 给他一个皇后的位号 或者是追封一个皇后的位号啊 不算什么 在礼法上行得通,说得过去 那之所以啊,这乾隆皇帝没这么办 那就是因为这老皇上啊 那压根就没打算立这个令妃为皇后 不但如此啊 这个嘉庆皇帝登记以后 要给自己的妈妈立为皇后 这乾隆皇帝就说 没问题 母一子贵嘛 这是完全应该的 不过呀 他也只不过是母一子贵 才当上的皇后 所以呢 关于这个册文啊 册宝啊 典礼啊 就算了 不用举行了 可是啊 这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您这皇上非得把它还得说出来呀 那就有点啊 这个对不起死人 不顾活人的面子了 有这件事儿呢 还可以印证出啊 这魏家士身上一个有意思的小谜团 这魏家士的葬位在哪呢 在玉陵当中啊 他在高宗皇帝的身旁 也就是说啊 他在高宗皇帝的下手一方 在高宗皇帝的西侧 那在东边的上手位置上是谁啊 上手位置啊 是这高宗的元后 傅察氏孝贤皇后 有很多人都认为啊 既然这魏家士啊 是以皇贵妃的身份下葬 那他出来的葬位啊 肯定不是在皇帝的身边 是在这个金楦下呀 东侧的官床上 到了后来 嘉庆皇帝登基以后 才把自己亲生恶娘的关在 挪到了自己阿们的旁边 这事儿啊 听着挺有道理 挺可信的 可是啊 要想弄清楚真相啊 您还得亲自考古去 这事儿考古起来不难啊 因为这个玉庭的地宫开放 前龙皇帝的这坟坑啊 现在谁都可以下去 四少你买门票给钱就行 哎 您看这东侧的官床上啊 它很干净 这官床上并没有被凿起的坑 那这坑是干嘛使的呢 这个凿孔啊 应该有四个 是安放龙山石用的 这龙山石又是什么东西呢 是四块八角石 镶在这个凿孔里啊 不让这个大秦皇帝 大秦皇后的子宫 以及这皇贵妃们的金官啊 晃动 那是什么时候来凿这个孔呢 因为啊 在这个玉陵地宫中下葬呢 它既有皇后啊 它也有皇贵妃 这子宫啊 和金官的这个尺寸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孔啊 是不能提前找好 这北京那头啊 紫禁城里 无论是崩式了皇后 还是轰式了皇贵妃 这朝廷啊 都得给这个东陵守护大臣 下诏文 这诏文上得写清楚了 这末来的娘娘啊 她到底是皇后 还是皇贵妃 是什么位分啊 这棺材的尺寸呢 它是有定数有规制的 只有啊 在诏书上面写清楚了 这东陵的守护大臣呢 才能在官床上 凿这个龙山石的孔 这个孔啊 必须在下葬前凿好 棺材一旦啊 搭上官床 这孔就不能凿了 从这个东侧官床上看呢 没有任何凿孔痕迹 所以说我们敢肯定啊 另一皇贵妃的金官呢 被搭进了御陵地宫 直接就放在了主位 高宗皇帝的西侧 虽然那会儿啊 这乾隆皇帝还足蹦着呢 但是中间的位置 肯定是皇帝的呀 上手第一位啊 那肯定是嫡后 那下手第一位啊 那肯定就是 次皇帝的生母 由此啊 我们也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另一皇贵妃 他的金官啊 抬出帝宫之后 是没有被挪动过的 这另一皇贵妃 红氏以后啊 乾隆皇帝自然 就要派人呢 把这个皇贵妃手上呢 金册金印 以及这个压册金钱收回来 皇上啊 倒不是心疼这点金子 那关键啊 就是这些东西 它是后宫主位的象征 是身份的标志 所以这人要是没了呀 那朝廷是必然收回去的 并且呢 只有一个途径 那就是销毁 那您想不想知道这些东西 它到底是什么成色 有多重呢 哎 您要是想知道的 我就跟您磨叨磨叨 这后宫当中啊 这后宫当中啊 只有到了主位上 也就是到了贫位 才有资格呀 有金册 那这金册是什么玩意儿呢 哎 您说的是这个娘娘的身份证也行 说是这娘娘的工作证和上岗证也行 但这东西啊 它可是金的 因为是手工制作业 所以说每个娘娘的这些这个册呀 印呢 它这个分量不尽相同 但是大体规制上上下都差不多 咱们就拿这个令仪皇贵妃为例吧 令仪皇贵妃空室之后 内务府在她宫中啊 收回金册四册 我们说怎么这么多呀 当然了 一册呀是贫的 一册呢是飞的 还有一册呀是贵妃的 最后啊是皇贵妃的 做令贫的时候啊 这金册一共有四叶 重五十六两 用的是七成金色 也就是说这个金色呀 它含百分之七十的金子 令妃的金色呢 一共啊是十叶六成金色 重一百四十五两 贵妃的时候呢 七成金色十叶重一百四十七两 皇贵妃的时候 这金色就一百五十两了 十叶用的金子呀 也换成了八成金了 并且呀每个金色呀 都配一个金钱 不过这金钱呀 只有到了飞位的时候才有 这飞的金钱啊 中一两七成金色 这个贵妃的钱啊 是一两四钱 是七成金色 这皇贵妃的钱啊 是一两五钱 用的也是八成金 那这个贫 为什么没有这个压策金钱呢 因为那个贫的这个策呀 叶数少 就给他配了一个盒子 这盒子上的别子是金的 这令妃做贫的时候 这盒子上的别子 记得清楚 六钱 是用七成金做的 接下来啊 咱就得收入这个印了 这个印呢 也必须是做到飞子之后才有 这个令妃的时候啊 有这个金印呢 是四成金 重量呢 是三百十七两 这贵妃呢 是六成金 哎 重量是三百十七两 这黄贵妃呀 也是六成金 重量呢 还少一两 是三百十六两 这并不是内务府啊 造班处柯克这个黄贵妃 是因为手工制作呀 他肯定多少有个出入 再有啊 我琢磨着呀 是不是这黄贵妃字多呀 那些金子都顺着这个字 给凿下去了 得嘞 今天咱们这段书 他既解开了几个小谜团 也给您啊 稍稍的普及了一下 这后宫嫔妃的策保知识 得嘞 今儿这书啊 咱就到这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因为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明儿见